我的网恋对象竟然是我弟弟的班主任 事情是这样的 跟网恋对象约好了后天见面 虽然时间还没到 但还是好激动呀 是老弟回来了吗 姐 你在家呢 你带同学来玩啊 哇哦 没错啊 弟弟的同学可真帅啊 有女朋友了吗 要不姐姐给你弟弟算帅 姐 这小子磨磨叽叽干啥呢 是我班主任 卧槽 这么年轻就班主任 老师好 使劲使劲 尴尬的用脚抠出三十一听 没事 这个臭小子也不先讲 真想给他一嚼 不过我家哈尼也是老师呢 会不会也像他一样帅呢 来 老师会死 好 谢谢 不用叫我老师 叫我阿月就是 怎么跟我家哈尼的名字一样 难道 不会吧 不会吧 不会我的网恋对象 真的是他吧 这一定是巧合 再问问 他又收到信息了 卧槽 我的网恋对象 竟然真的是他 真没想到老弟还带了个竹子也不回来 没白了 我有一个大胆的想法 反正他也不知道是我 何不趁机测试一下 一个 你觉得我怎么样 挺挺好的呀 那不认为你女朋友要怎么 对不起 我有电影了 果然没看错人 那真是太可惜了 我怎么没有自己这么好的运气 我认为你应该不建议再包一个什么问题 对不起 我建议 不错吗 我想想我有点事我就先走了 走 我还没玩够呢 这么快 还有青春下足 会下厨呢 不用了 你帮我小时睡一会 呼吱 哈尼这是被我吓走了吗 更期待明天的见面了呢 哈尼在哪呢在哪呢 哦 在这呢 你就快见到你的小可爱我了 阿月老师 呼吱 在等女朋友吧 你怎么也在这里 因为我就是你的小宝贝呀 我陪你等啊 不用了 我怕她悟 啊 等一下 我就算 哈尼一定很惊喜 这还不懂吗 啊 这咋没电了 肯定是刚才 听你过头了 算了 直接说吧 什么情况 人呢 这下完大了 把男朋友完美了 算了 先回家充电再说 快乐圆圈又来了 先来开个机发信息给哈尼 啊 这 这个小傻瓜 谁让你要跑的 直接打电话吧 这 接了接了 喂 哎 我刚刚手机没电了 就回家 你要听我狡辩 好 好 那正好 来 我一会出什么事了 我这么厉害怎么可能会呢 没有了 好像很生气 我可爱的小月月呀 我可爱的小月月呀 不错了吗 亲我一下 这么厉害 啊这 反正我也没什么损失 亲就亲吧 这小子怎么突然下来了 那完了 尴尬死了 让我想想怎么编好 那个老师 我还以为你也有这种东西了 看错了 还好没亲上 不然老弟看见的多尴尬 哎 老师你怎么来了 我 我说 希望你有点眼力见 哦 我就路过这里 是不过来看你 昨天走 还能帮你出道 哦 好吧 我今天是三个小小 算你聪明 哎 吓死了 姐 你过来一下 嗯 怎么了 这小东西想干嘛 你觉得我帮你来怎么 还能怎么样 很帅对吧 确实挺帅 要不你好好争取一下 嗯 只要你跟他在一起了 他肯定会来讨好我的 嗯 这样我的作业就少了 没想到这小子还打这种主意 一天天的在想什么呀 给我好好学习 看来 不能让他知道 我跟阿月在一起了 姐 我决定了 你决定了个啥 我要帮你追我帮主任 不用了不用了 这大可不必 没事我已经决定了 无语 小子 走吧 可以进去 啊 就这 不是说帮我追吗 还把我男朋友拐走了 哦 好无聊啊 小鸣 你找我 有吗 没有 小子说 你找我 门怎么锁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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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这 你说了去玩 对你说了去玩 啊 你终于做对了事 小子 看了我家 你在外面 那个小鸣 我不会对你做什么的 你别怕 我没怕呀 我看怕的是你吧 小子 你再不看吗 就反应做要擦一百遍啊 别开别开别开 那是我错了 老弟可真沉不住气 刚才那姐姐擦十遍 最近有说完 是个狼人 明天检查 啊 原来我家阿月这么严格 我不去 好 对待自己家小舅子也不留情呢 她跟小鸣 时间也不早 我去睡会儿去啊 今天都还没好好约会呢 嗨 我要去睡会儿去 睡会儿去 我还要去闪一场白队 拜拜 小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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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心开心 都在一起了都 卧槽 我还咬的 我倒要看看是哪个小狐狸精 还真是很可怕 和英女的在这里摇 摇得还挺开心的 你玩了 你这肚子好 我肚子还得去管吗 蛤 你就是小鸣吧 真的 这该不会是月月的姐姐或妹妹吧 那我岂不是很尴尬 这是我女朋友 小鸣你要挑选 你肚子吃了 吃了还有什么 啊 啊 这为什么 我是她 我是她朋友 也是她前女友 蛤 前女友 那他们刚才 不过你也不用担心 我现在跟她就是朋友 哈哈 嗯 你好 叫我香香就行 嗯 好 虽然他们已经过去了 但心里难免有些不舒服 嗯 既然你女朋友来了 那我就先走了 小月月 嗯 竟然还叫小月月 哼 怎么了 谁说啊 明知故问 啊 我们现在只是朋友而已 她说有事情叫我 我才复月 知道了 就你最好心了 知道了 希望有人是你 哦对了 我妈妈知道你了哦 她说过几天 带你回去看看 啊 这这这 啊 快了吧 没事 因为我下来 嗯 那好吧 嗯 我还要回去上课 等会自己先回去咯 拜拜 小心点 嗯 嗯 我倒要看看她想干嘛 嗯 是吗 只是交朋友这么简单吗 嗯 那好吧 那我就勉强相信她一次 嗯 嗯 哦活 我觉得可以 嗯 聊得那么开心 好吧 我又吃醋了 生气气 蛤 怎么了 还要一直问 这还不明显吗 人家吃醋了 啊 本屁 我才没有 你看你 她不跟我在一起这么出心 你没想到现在是这样 啊 是 那她们以前一定很开心吧 小音 在想什么呢 嗯 没事 对了 主要到底我们以前 我们现在只是朋友了 哦 行吧 我也只是随口一说 月月是看出我的心思了吗 对了 我当时还有个人来 介绍给你们认识 啊 难道是她男朋友 诶 他来了 嗯 卧槽 这不我总监吗 是英格 哦 那我就放心了 哦 总监好 原来你们一个公司的呀 这么巧 是啊 世界真小 哦 我介绍一下 这是江月 也是小音的男朋友 大家好 我是陈希 他俩握个手 咋握这么久 嗯 嗯 都坐吧 终于放手了 我去给你们买几瓶水吧 嗯 谢谢 是时候八卦一波了 他是你男朋友 诶 哪里啊 他只是我朋友而已 哦 你是不是喜欢他呀 我可以帮你啊 看 嗯 你能了解他吗 啊 也没有了 少跟他接触 为啥 阿月好像不太喜欢他的样子 我帮你开吧 什么鬼 不必 那种朋友 那要贼啊 我该贼啊 车车 我 我 我没听错吧这 那我确定趁早打招 这段念头 平常把车也 哎呀 你们两个干嘛呢 都是第一次见至于吗 这气氛很不对劲啊 总监不会针对我有那意思吧 啊 感觉还是得走吧 那个 要不是要付费剧吧 难得聚在一块 以后可不要再见了 确实是难得聚在一块 虽然我可以天天在公司见到小银 什么玩意 明明我们办公室都不上一个楼层 透视眼妈咪 那里就是贱贱而已 怎么感觉阿月有点生气 这可怎么办 嗯 你过来一下 嗯 我现在才发现原来陈希喜欢你 what 喂不是吧不是吧 我亲爱听他提过 没想到那个人就是你 我也没想到 是吗 可是我不喜欢他 哎 我知道你喜欢你家阿月嘛 但我觉得你可以考虑一下他 他还挺不错的 考虑个灯儿 我才不要 我就只喜欢阿月 哎我们走吧 这就走了吗 放手 他们该不会 上车 你们不好意思我们先走 还好溜的快 嗯 小月月是不是生气了 那个 很远 嗯 但是我还一起吃吧 不用啊 嗯 我又不是那么小吃 妈 我知道你很喜欢现在这份工作 没必要为我而放弃啊 我果然没有看错人 我送你回去吧 好吧 嗯 咋了 我请一下 我没听错吧 嘿嘿 嗯 阿月在看什么 嗯 曹湖这小子什么时候站着的 你们在一起了 还是被他发现了 那姐夫 你这口感觉 来得挺快啊 那 我以后的作业 是不是可以少点了 不吃 阿月果然严格 什么 姐 我怎么觉得你们不合适 不合适你个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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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 对我再给你讲一下 上次的四季 哈哈 听见也太惨了吧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无聊刷刷微博 呀 看来是我点的炸鸡到了 有了 嗯 總监 怎么来了 我就过来探望一下我的上次 有问题 有 是我工作上有事情问题吗 是这样的音乐 没有 我只是过来看看 我很好 我没事不用看 嗯 我请你坐坐 嗯 哦 总监 总监该不会真的喜欢我吧 我得跟他说清楚 那个 总监 嗯 我有男朋友了 而且我也很喜欢他 没关系 我等你 执迷不悟 香香真的喜欢他 如果他们在一起了 那总监部就不会来烦我了 让我想想要怎么做哈 怎么救他一个人 难得你会遇到 有吗 我怎么没夜象 香香 嗯 嗯 嗯 你在那干嘛 现在他没来 那我先走了 离开试飞之地 有了我就想走啊 嗯 放了放了 这样子 阿玥 你祈遇我像蓝色的回忆 就像那星期的我小鸡 我独却 你一生的了解 我小的爱 只在你身上存在 要不是你 不会哭的 笑的 傻的 像小孩 我小的爱 每一遍 每一遍 如情色般浮现 我与生的滴滴 回荡着心声细雨 又如你未美叹息 你昨天为什么都不接我电话呀 你要说什么 不应该是你要说什么吗 就这么不信任我吗 你为什么要说什么 不是 小鸣你怎么怪怪的 你跟香香复合了 你听谁说的 是不是 不是 你没骗我 没有啊 那你昨天跟香香 嗯 你看见了 那个是救赏她的男生 我只是贴了她的板签牌而已啊 是吗 当然 我希望的是你 你以后别自己胡思乱想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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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吗 当然 我希望的是你 你以后别自己胡思乱想吧 你以后别自己胡思乱想吧 会是谁呢 怎么没人 不过怎么没的快递单 而且知道我地址的也没几个人 嗨 原来是件衣服 还有个纸片 看来果然是阿月送的 味道 这衣服还挺好看的 总监 他这衣服 你这衣服 我还以为你不会穿她 难道这衣服是他送的 我终于解脱拥有过 会说爱是